第九章,耶稣基督应验九月中弥赛亚的预言,二,复三十一,升天,预言部分,应验部分,你已经升上高天,诗篇六十八篇十八节上段,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试图行传一章九节,三十二,坐在上帝的右边,预言部分,应验部分,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是篇一一零篇一节,他洗尽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之大者的右边,西伯来书一章三节参院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九节,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四,三十五节,舞弊,一天之内所应验的预言,下面我们将列出自九月圣经中,所摘录出来的二十九项预言,论及我们主耶稣基督之备买,受审,死亡及埋葬, 这些预言是有不同的作者在公元前一零零零年,至五百年这五个世纪中所写成的,便他们在一天二四小时中却完全无误地应验在,耶稣一人身上,三十三,被朋友出卖,预言部分,应验部分,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依靠,吃过我,犯的,也用脚踢我,诗篇四十一章九节,参院诗篇五十五篇十二至十四节, 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马太福音十章四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四九,五灵节,约翰福 因十三章二十一节,诗篇四十一篇九节又可以为,我平安时的朋友,如同犹大一样,以稳安之意,比较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四十九节,与耶利米书二十章十节,十一,一百九十一,三,四,以三十块银钱被卖,预言部分,应验部分, 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公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三十块钱,作为我的公价,撒加利亚书十一章十二节,我把它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三十块钱,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十五节,参院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节,三十五,钱被丢在神的殿中,预言部分,应验部分,分, 我便将这三十块钱,在耶活华的店中,丢给遥护了,撒加利亚书十一章十三节,下半段,犹大就把那银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节,下半段,三十六,钱被用来买遥护的币,预言部分,应验部分,我便将这三十块钱,在耶活华的店中,丢给遥护了,撒加利亚书十一章十三节,下半段,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 而遥护的一块钱,为要埋葬外乡人,马太福音二十将七节,由上述的四项预言中,我们发现在预言及影验之事中,连细节都是相同的,一,被卖,二,被朋友所卖,三,以三十,元被卖而非二十九元,四,是用银元而非金元,五,丢在店里而非放在店里,六,在神的店中,七,银钱后来被用来买遥护之地, 三十七,被其门徒所弃,预言部分,影验,部分,击打牧人,扬旧分散,撒加利亚书十三章七节,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马可福音十四章五十节,参院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一节,马可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 雷西菲多雷评论撒加利亚书十三章七节时说道,当耶稣受击打时,论及他门徒四散的预言必然要应验,因此耶稣,是先把这些话告诉他的门徒马 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一节,马可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事后此事果真发生,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六节,马可福音十四章五十节,但是我们的主并不丢弃他的羊,神经有与他同等的字, 约翰福音五章一九,三灵节,举起此手,帮助那些绝望,惊慌的门徒,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一一一七,三十七等节及约翰福音二十章二,一一,十九,二十六等节,于,是这群软弱,被弃主的门徒,以变而为弥赛亚国度中勇敢,不畏难的使者,二十,四九一,四九二,路自为虚著,九曰小仙之书著使, Theodoric People, A Commentary Femino Professor Connacordia Publishing House,1970年出版,38,被假见证诬告,语言部分,应验部分,凶恶的见证人起来,盘问我所不知道的是,史篇三十五篇十一节, 基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药证,控告耶稣,要致死他,虽有好些人来作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九至六十一节,三十九,被告却不开口,预言部分,应验部分,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七节,他被基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 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十二至十九节,四十,因鞭打而受伤,预言部分,应验部分,那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五节,参约撒加利亚书十三章六节,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定十字架,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二十六节, 他所受的不单是心灵的忧伤,肉体也一样受伤,西伯来文麦科罗乃至刺伤之意,这则形容尼赛亚十分恰当,因为他的手,脚与肋旁军被刺透了,参约诗篇二十二篇十六节,十三百七十,从他戴着荆棘冠冕的头,至被钉死在十字架的脚,他全身无一处,不是伤痕遍布的,十六,八百二十六,四十一,被击打与吐唾沫, 预言部分,应验部分,人打我的背,我认他打,人打我塞甲的胡须,我由他拔,人如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以赛亚书五十章六节参约弥迷加书五章一节,他们就吐吐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七节,参约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六十三节, 亚兰文的以赛亚太跟一本,这样翻译以赛,亚书五十章六节说,我认人打我的背,认人把我脸边的胡须,人如我,吐我,我均不掩面,二十三,一百七十,亨利马太, 麦斯文瑞评注说,出于顺服,他让子,几,一,被辱骂,二,被击打,三,被吐吐沫,几度甘心情愿遭受这一切,会要让我们相信他愿意拯救我们,十六,八一六,四二,受嘲怒,预言部分,预言部分,凡看见,我的多痴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活华,耶活华可以救他吧, 耶活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十篇二十二篇七,八节,气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顶十字架,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十一节,四十三,被十字架所压倒,预言部分,应验部分,我因进食,息骨软弱,我身上的肉也渐渐瘦了,我受他们,的羞辱,他们看见我便摇头,十篇一零九篇二四, 二五节,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七节,带耶稣去的时候,有一,哥鼓励那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隔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二十六节,参约马太福音章三一,三二节,显然耶稣太软弱了他的心, 盖,无法支撑十架的重量,因此他们必须叫别人带背十字架,四十四,手脚被扎,预言部分,应验部分,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是篇二十二篇十六节参约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节,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三节,参与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五节,耶稣是照罗马人当时的习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他的手,脚被粗钝的大钉子刺穿,毫是身子挂在木头上,四十五,与强盗同定十字架,预言部分,应验部分,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二节,当时有两个强盗, 和他同定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十八节,参与马可福音十五章二七,二八节,布林兹洛,Joseph Linsler,说,定十字架的死刑在犹太法典中,是闻所未闻的犹太律法中规定,要将拜偶像及亵渎神的人用石头打死后,挂在木头上,这是对遗处死者令家的处,罚,但没有把他定死在木头上这种刑罚, 九月生命纪二十一章二十三节说,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犹太人,把这节经文也应用在被定十字架的人身上,如果对犹太人以外,的民族来说,定十字架是最羞辱的一种死刑,那么对于耶稣同时代的犹太人,来看,耶稣岂不是一个完全被神所咒诅的人吗? 二百四十七分之一,二百四十八,大美百科全书中记载,定十字架,的死刑方式,应该作为罗马司法系统中的一部分来研究,它是犹太人在罗马政权威逼之下,才采用的一种刑罚,在罗马人尚未病吞巴勒斯坦之前,犹太人是用石头打死人作为处死的方,法,二百五十三分之七, 在公元前六三年左右,罗马皇帝旁被进军犹太的的首府,巴勒斯坦成为罗马帝国中附属的一省,表面上则由犹太人知傀儡政权,管制该地二十八二百六十二 由此可见,以赛亚五十三章集诗篇二十二篇中所研及知死的方式,在过去犹太人系统中并不存在,这些预言写成数百年之后,才在犹太历史中出现四十六,为逼迫他的人代求,预言不分,应验部分,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二节,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他为罪人代求的职份自十字架开始,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现在仍在天上继续为我们代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四节,约翰一书二章一节,十一,七百三十三,四十七,被自己,得百姓所弃,欲言不分,应验不分,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厌弃, 被人眼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三节参与诗篇,六十九篇八节,一一八篇二十二节,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关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 约翰福音七章五节,四十八节,参与约翰福音一章十一节,马太福,因二十一章四二,四三节,有约翰福音七章五节的记载,我们看见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三节的预言被应验,因为连他的弟兄也不信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愿。 约翰福音一章十一节,最后甚至他对待如自己弟兄的门徒们也都离弃他,十六,二九二,四八,人们无故地恨他,预言部分,应验部分,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诗篇,六十九篇四节参与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七节,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地恨我,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五节,四十九, 朋友远远地站着,预言不分,应验不分,我的亲密朋友,因我的灾病都躲在旁边站着,我的亲戚本家,也远远地站立,是篇三十八篇十一节,还有一切与耶稣熟识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地站着,看这些事,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九节,参约马可福音十五章四十节,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五六节,当我受苦, 我受苦格外需要他们接近我,支持我的时候,他们反而阴,怕受连累都站得远远的,只有仇敌围绕在我四周,朋友都站在远方,这真是弥赛亚的写照,参约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六节,二十七章五十五节,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九节,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二节,十一一八四五零,人们对他摇头,预言不分,应验不分,我受他们的羞耳, 他们看见我便摇头,诗篇一零九篇二十五节,参约诗篇二十二篇七节,从那里经过的人,咒诅他,摇着头说,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十九节,摇头表示旁观者对受苦之人之无妄有轻蔑,咒诅之心,参约约伯纪十六章十四节,及诗篇四十四篇十四节,十一百四十八,似乎认为我已无药可救,我的一切都已败坏不可收拾, 参约诗篇二十二篇七节,吉玛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十九节,十三四五五一,人瞪眼看他,预言,部分,应验部分,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诗篇二十二篇十七节,百姓站在那里观看,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五节,五十二,万一被夺,又为那一年,究,预言部分,应验部分, 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仪念旧,诗篇二十二篇十八节,宾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分,每冰一分,又拿他的礼仪,这件礼仪,原来没有分而,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他们就,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念旧,看谁得着,约翰福音十九章二三,二四节,九月诗篇在诈年之初,似乎互相矛盾, 因缘文中,礼仪和外衣都做衣服讲,直到我们看见,在主十字架旁所发生的时候,才明白,宾丁分了外衣,那一则平年旧的方式,给仇中旧的人,五十三,受干渴,欲言部分,应验部分,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一节,参与诗篇二十二篇十五节,这是以后,耶稣,说,我渴了,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五节, 五十四,宾丁拿,苦胆和醋给他吃,欲言部分,应验部分,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一节,宾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太长了,就不肯喝,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十四节,参与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八,二九节,法萨特在新九约全书批判性,实验性与实验性之注视, A.2.Fawcett I Commentary, Critical Experimental and Practical on Food and Attestments,William.B.I.R.D.M.S.Polishin, Cool,1961年初版遗书中写道,他受极大的痛苦,使那些残害他的人都要设法减轻,其苦,他们为表示仁慈之心,就拿苦胆与醋给他吃,当救主被挂在十字架上时,他们两次拿醋给他喝,一次用苦胆和醋, 参与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十四节,一次用梅药调和的酒梅药乃是麻醉剂,但他长后不愿喝它,因为他不愿在麻醉的状态下承受苦难,兵兵之所为,对一般罪犯而言,也许是一种慈悲的行为,但对这位带我们承担罪的一者而言,却成了侮辱,其次为了应正经上的话,他说,我渴了,于是有人拿错给他喝,参与约翰福音。 十九章二十八节,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八节,十二四六五五,他被遗弃时的呼喊,预言部分,应验部分,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诗篇二十二篇一节,约在。 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阿玛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马太福音二十将四十六节,由诗篇二十二篇一,两节中有两处。 重复我的神的呼喊,这表明无论外表看来,如何的孤单无助,这位受苦者仍坚信,神是他的神,这种执着的态度乃是他绝望中唯一的支持,他坚信神终究,要成为他的救赎者。 十一 148,耶稣的呼喊使听到的人想起诗篇二十二篇上的话,因他用的乃是诗篇第一节的上话,因此此篇诗篇也明显地成为,主将被定十字架的一篇预言,五十六,将灵魂交给神,预言部分,应验部分,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诗篇三十一篇五节,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六节, 五十七 他的骨头一 根也不折断,预言部分,应验部分,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诗篇三十四篇二十二节,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约翰福音 十九章十九节,虽然圣经中没有名言,但另有两处论及他骨头的预言,也都一一地应验了 一,十篇二十二篇十四节,我的骨头都脱了节,只将手脚钉在木头上,因体重的压力 五,头脱节都是必然的事,尤其耶稣是被平放在地上钉上手脚后,他们才把十字架竖起来 二,十篇二十二篇十七节,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当他全身只靠钉着的手 脚来挂在十字架上时,他身上的骨头很容易都在皮下撑出来,尤其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有段时间后,骨头会更显得突出一件 五十八,他的心裂开来,预言部分,应验部分,我的,心在我里面如辣融化,十篇二十二篇十四节,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 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四节,由他肋旁有血和水流出来,证明他的,心真的破裂了,五十九,他的肋旁被扎,预言部分,应验部分 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节,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 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四节,雷须,Theodolich,在九月小心之注释,Bible Commentary,Himinor Prophet's Concord The Publication House,1970中写道,这是何等奇怪的一句话,耶活华自称他要被人所扎,这些人乃是仰望他 为他哀伤的人,就约圣经中九次出现这字 一纸被高剑霍茅所赐参与民族纪二十五章八节,十世纪九章五十四节 撒摩尔上三十一章四节,历代至上十章四节,以赛亚书十三章十五节 耶利米三十七章十节受伤的,五十一章四节,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节,十三章三节 只有一次被用来形容饥饿所造成的痛苦,甚至比刀剑刺伤更苦耶利米埃哥四章九节 二十四百八十三六十,黑暗降临全地 预言部分,应言部分,主耶活华说,到哪日,我必使日逃在五节落下 始地在白昼黑暗,阿摩斯书八章九节,从五正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 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五节,犹太人将一日而入至日落分为十二个时辰 五正到深处约是十二十到下午三十,六十一 葬于财柱的坟中,预言部分,应言部分,人还是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事 后,与财柱同葬,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九节,到了晚上,有一个财柱名叫约瑟,是亚利玛太来的 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西麻布国号,安放在自己的心坟墓里 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十至六十节,四A 预言的应验证明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一B 预言,预言得以应验在耶稣身上,乃是出于人特意的案,排,答辩 但当我们知道这些有关弥赛亚的预言,是完全超越人所能控制的 那这些意义就不那么合乎情理了 比方说,一,诞生之处迷加书五章两节,二,诞生使金但以理,说九章二十五节,创世纪四十九章十节,三,诞生方式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四,被出卖,五,死的方式诗篇二十二篇十六节,六,旁观者的反应嘲怒,吐唾沫,瞪眼等,七,被扎,八,埋葬的细节,二B 意义,预言得以在耶稣身上应验完全出于巧合,批语加说,那为什么肯尼迪,马丁路德金及纳塞等人身上,我们一样可以找到一些应验的预 言呢,答辩,不错,在其他人身上,也许我们可以找到一,两件应验的预言,但不可能有六十一件重要的预言,全都应验在一人身上 麦尔道弗瑞玛摩道,在所著之新旧约中的弥赛亚,Messiah in both testaments,一书中列出许多圣经中,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如果你能在耶稣之外,有今天或过去一座古的人物当,中,找到一个所有弥赛亚预言中的一半均已酝焰,在他身上的人出来,当佛式的基督教维多出版社 将很乐意地奉送你一千元美金做奖金,说到钱,总有不少大学生能用的上把,印第安纳州戈山大学,高山coach的美国科学盟会负责人哈斯勒哈瑟·哈瑞德尔兹尔,为董比利教授的科学,讲座,皮特斯特尼尔森斯·莫德普里斯出版,一书作序时,写道,科学讲座一书的原稿,曾经由美国科学盟会之会员及该会, 执行委员会详尽严查,大家一致公认其中,所提供至科学资料普遍的十分准确,可靠,书中根据概率所推算出来的数字分析十分有利,董比德教授在概率原则的应用上,其准确及灵活的,程度令人折服,二十四,四,以下我们由董比德教授的著作中摘录所用的概率,来证明以巧合解释弥赛亚之预言,能应验在耶稣身上, 是不合理的,董比德教授说,我们选择八项预言一概,运来推算其发生的可能性,一,第十项五,第三十四项二,第二十二项六,第三十五项及三十六项三,第二十七项七,第三十九项四,第三十三及四十四项八,第四十四及四十五项论及定时价实, 的情形,我们发现若这八项预言要全然严重,岂可能发生的机会,是1017之一次,也就是百分之一,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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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使我们能进一步的领悟。 这个庞大的数字,董比德教授举例说,我们用1017个银币,来铺盖美国德克萨斯州,他们不但可以盖满该州全部土地,且可厚达二次高,现在我们在某一银币上做上记号,丢入银堆,终,然后请一个将双眼蒙起,在全州银堆上任意拣选,好找出那个做了记号的银币,其命中的可能率会有多少呢? 先知们若单凭自己的智慧写预言,而期望八个预言全部应验,他成功,得可能性正与那位蒙着眼找银币的人机会一样,均是微乎其微的,这些预言,若不是来自神的启示,就是先知们凭幻想写出来的,而先知言中的可能性,只是1017之一的机会,然而,他们都应验在耶稣身上了,上述八项预言均能应验,正好证明这些预言均是出于上远, 神的启示,因其中只允许10017分之一的无差,24,100-107,董彼得教授讨论期,中48个预言说,一个人要能言中所有48项预言,他成功的机会将是10157之一,这个数目实在太惊人,其成功的机会实在太微小,我们先前所用银币已经太大,不能用来为力了,让我们选择一件小一点的东西, 电子乃是所有物质中最小的,它,小到这样一个地步,我们若将2.5乘1015个电子承担型排列,才能排成一条一英寸长的直线来,换言之,如果我们每分钟能数完250个电子,那么要数完2.5乘1015个电子,昔日以基业的数上1900000 000才行,若有一立方英寸的电子基载 一起,按照我们每分钟数250粒电子的速度,那么将费我们19000000年的时间去数算,也就是要花费6.9乘1021年的时间,现在让我们再回到10157分之 1的数字上,如果我们在其中一个小电子上做记号,叫一个猛眼的人在电子堆砌,把它找出来,它成功的机会有多少呢? 这些电子造成多大的一个电子堆呢?真是大的叫我们不能想象了。 27,109,110,48个预言要能全部严重,其猜对的机会之微小程度就是这样难以想象的,3B 尼赛亚来临时有何特征?1C,仗要离开犹太家,归必不离犹大,仗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系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 创世纪49章10节,此段中的归乃是支派支杖,以色列有十二支派,每一支派均有一根杖 其上课有支派的名号,在系罗来到之前,犹太支派支杖或称支派的记号,将不会消失 过去犹太教与基督教的解经家,均同意系罗及纸迷赛亚而言,我们记得,当犹太人被掳至巴比伦的那 70年当中,他们虽属奴隶的身份,却没有失去自己的账与记号 在当时犹太人当中依然有律法师及审判官,参与以色拉记一章五八节,根据圣经纪当时犹太人的记载,当弥赛亚 降临时,将有两件事发生 1.犹大的账要被挪去 2.犹太人的律法要遭破坏 第一个账被挪去的情形是发生在大西律王年间 公元前三十七至四年,他无犹太人的血统,却继承 立位族的耶路撒冷城的最后一个君王马克,比王子而登基 见犹太马克比后书麦克比斯不可 马克是,麦克斯在所住之撒都该人前的耶稣制 Susby First Century,其第二章名为耶稣受审前 撒都该人之公会司法前已受之有二十三年 其所谓知县制,乃至撒 都该人没有判死刑的权利,习律 王的儿子并继承人亚克卢阿凯洛斯 在公元一一年左右辈出,参见约瑟夫 Josephus所著考古文献第十七卷十三章 一至五节,此后借罗马奥古斯都大帝之名刑 使得各地悬浮,将犹太撒都该人及犹太公会的司法权 即执行犹太人生杀大权归以巡抚自己 据凡受罗马帝国统治的附属国家 本身均无判决死刑之权 阿西图·库奈利 Ostasitis说 罗马帝国为自己保留判决各地人民死权的权柄 其他事务则不过问 但负责公会的仨都该人仍有以下的权柄 一、开除会及参与约翰福音九章 二、监禁参与行徒行传五章一七、一八节、三 施行苦行参与使徒行传十六章二十二节 犹太教耶路撒冷的卡勒木 Telmet中有以下的记载 在圣殿备会 前四十年 犹太人已失去判决自己百姓死刑的权柄 参与Telmet Jerusalem Sanfordian 4.24 Recto 但这个记载显然有误 那、十海保有生杀大权是不太可能的 他们失去判决死刑之权 似乎应发生在公元七年左右 因为犹太教法师拉克蒙瑞克姆 说 当撒多该人发现他们控制生杀的大权被夺之后 大家惊慌失措 同盟灰尘 身着麻衣 哀嚎说 我们有祸了 犹大的杖被夺 而弥赛亚区还未到 二十 二十八至三十 犹太史学家约瑟夫 弗利利亚斯斯芦斯 是此颓丧知识发生时的见证人 他说 在统治犹太巡抚法斯托去世 亚比诺未曾继任之前 大祭司亚纳诺斯自任良机难逢 仓促下令聚集公会 召来耶稣的兄弟雅各及其他人 宣 不他们的死刑 叫犹太人用石头打死他们 当时在耶路撒冷的治世 即严守金法之人 对此颇不以为然 其中一些人甚至去见 前往亚历山大城的巡抚 阿尔比纳尔威内斯 告知大 基斯亚纳诺斯 未得罗马政府的许可 擅自召集撒都该教门之人集会 使为非法的行为 建约瑟夫考古文献第二诗 简九章一节 Josephus 当时犹太人没保留面子 已提出种种理由 取消死刑 他愣目 中有道 撒都该教门之人 因借以色列国境内凶杀案于日 剧增 不能将人忍 均处已集刑 因此工会会员决定 应该换集会处 以免必须执行死刑 犹太著名学者买摩尔蒂兹 Mos Memonais 更在撒都该人文献中补充说 在第二次 重建的圣殿被毁四十年前 以色列人已终止判处死刑 但圣殿仍在 只是撒都该人已推出抛石厅 往他处集合矣 二十 三十至三十三 乃副Lightfoot 补充说 撒都 该人决意 只要犹太国一天 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 以色列人就是受罗马人的压制 当犹大四面受敌之际 当我们百姓因受罗马军人之 蹂躏而颤抖之时 我们仍判亚伯拉罕子孙死刑 岂非犹如我们祖先的噱头 亚伯拉罕的子孙中最卑微的 岂不比外邦人还尊贵吗 让我们推出抛石厅 在此庭外没人可宣判死刑 为表示抗议 我们自愿放逐 不再过问司法之事 使 罗马人知道即使他们可以同管世界 却不应任意处置犹太人的性命与御法 二十 三三 三四 三八 法治权既被抑制 犹太公会则形同虚设 犹大的归转移了 犹大失落其王权和 法治权 撒都该人明白这点 因此哀嚎说 我们有货了 犹大的账备多 而弥赛亚却还未到 参与巴比伦版犹太太 乐目中撒都该文献第四章 Kelmut Babson Adrian CH-4 4.37 Recto 可惜他们却不知 弥赛亚已经出现了 他就是那位行走在他们中间的年轻 拿撒乐人 2C 圣殿被毁 你们所寻求 得主 必忽然进入他的殿 马拉基书三章一节 这一节圣经与令四处 圣经诗篇118篇26节 但以礼书9章26节 撒加利亚11章13节 阿该书2章7至9节说道 当弥赛亚来时 圣殿仍从立在原地 这点极其重要 因为公元70年时 圣殿就被完全摧毁了 这间未再被见过 过了62个期 那受高者必被剪除 已无所有 必有一亡的民 来毁灭这城和圣索 但以礼书9章26节 这真是一段奇特的话 按其年代先后次序来看 一 尼赛亚要先来 二 他要被剪除死亡 三 圣殿耶路撒冷及其中圣索集 圣殿要被毁 到公元后70年间 圣殿集圣索果然为罗马大将提多所毁 在此之前 尼赛亚若不是已经来过 此预言极为谎言 四必 艳艳了的预言 在但以礼书9章24-27节中 有三处明确地提到一个有关尼赛亚的预言 第一处说在69个期的末地 尼赛亚要来耶路撒冷 69个期的开始则是恢复和重建耶路撒冷 第二处说尼赛亚来临之后 他要被剪除死亡 然后一个君王要毁坏耶路撒冷和圣殿 据但以礼书9章24-26节 上述所说的将要在69个期后发生 但是但以礼书9章24节又提到70个期 而不只是60 9个期 最后一个期在9章27节中提到 许多学者认为9章27节 所讨论的和9章26节中的是不同的人和时间 即便作者指的君王 也可能是在晚一些的历史上出现的另一位君王 双方在预言中也有共同之处 如认为在大魏王之后再是基督 他们的行为已证实了这点 9章27节中君王迫使犹太圣殿仪式停止 而在9章26节中 君王恰恰是毁掉了圣殿 因此这位君王可能是在圣殿重建之后的 但不管人们怎样解释第70个期 预言的最后一个期年 预言的头两部分仍可在历史上证实 如想更深入的研究 但以礼书的这个预言 可参阅Chronological Aspects of the Lefalf Trust 但以礼书中的69个期或称69周 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 要执着罪过除尽罪恶 赎尽罪灭引尽容易封住意象和预言 并高至圣者或作至圣所 你当知道 当明白 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有寿高军的时候 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 正在艰难的时候 耶路撒冷城连接代豪都必重新建造 过了六十二个期 那寿高者必被剪除 已无所有 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 之中必 如洪水冲霉 必有征战 一直到底 荒凉的事已经定了 一期之内 他必与许多人树立盟约 一期之半 他必是祭祀与贡献之息 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 并且有愤怒倾在那 行毁坏的身上 直到锁定的结局 但以礼书九章二十四至二十七节 2C 预言的解释 1D 此段预言主要论到但以礼的百姓以色列人 与但以礼的城耶路撒冷九章二十四节 这里提到两位君王 1 弥赛亚二十五节 2 上未来的那一位二十六节 一切始均将发生在七十个七及七十周之内 二十四节 1 已并发生二十四节 2 分期发生 共分三期 七个七 六十二个七及一期之内 二五 二七节 七十个七将由何时算起 二十五节 弥赛亚将在六十九周末时出现 二十五节 将有一王之民来毁灭这城和圣索二十六节 待最后一个七一周来临时 以色列要与未来之王定约二十七节 但在一期未完之前 蒙约将被破坏二十七节 在七十周结束后 以色列将想永远的公义二十四节 二 第 此七十周所指的时间 犹太人对一周的看法 一 西伯来文之周字为稍比尔也就是七的意思 天使长家百列队 但以礼所说的一周 与西方观念中的一周 略有不同 因此西伯来文中的七十周 即七十个七 二 犹太人的七字 有时指天 有时指年 有时更强调为七年 参与麦克林志 但以礼七十周的预言 L.H.D. McGlynn Daniel Perfielsen Tyreek 1.13 三 一位继二十五章两至四节中 曾提及以上的事 二十五章八节中 则提到以七年为单位的说 法 略为了解以上犹太人对七字的观念后 我们即可明白 为何但以礼书中的七十个七 乃指七十个七年而言 一 但以礼在九章前段时 就已经提到七倍数的年份 二 但以礼明白犹太人 之所以被掳至巴比伦 乃因他们干犯安息年之谷摩西律法规定 每七年应有以安息年 而以色列人在巴比伦为奴七十年 代表他们曾有四百九十年的时间 为首过安息年参与立位纪年 六章三十二至三十五节 一代至下三十六章二十一节 但以礼书九章二十四节 三 将七十周做七十年解释 该处经文前后才能解释得通 四点稍微二一字 在但以礼书十章二三节中 也曾出现过 但由该处上下文字中看来乃指天数而言 若九章二十四至二十七节日 一指天数 为何但以礼不用与十章同样的西伯来字表达 由此可见九章中之周十之年而言 三地预言年数的长短 圣经中预言年历的计算法应由圣经本文来决定 一 历史上的记载是比较创世纪七章十一节与创世纪八章四节 又是将以上两节与创世纪七章二十四节集创 世纪八章三节可结一月以三十日记 二预言上的记号 圣经中多处指极大灾难 描述时间的方式各有不同 但均一致同意一年为三百六十天 但以礼书九章二十七节第七十周至 半约十三年半 但以礼书七章二四二五节一七之半 他必使祭祀与贡献之息 一为三年半 七十路十三章四至七节受 愿意而行四十二个月三年半 七十路十二章一三一四节一再二再半再 七十路十二章六节一千二百六十天 一看百六十天或三年半四地 七十个周的开始 在以色列之历史上有几次法令 涉及到七十个周的开始 一公元前五百三十九年居如释法 参与以斯拉记一章一 二节集四章一至五节 二公元前五百一十九年大流释法 参与以斯拉记六章一至八节 十二至十四节 三公元前四百五十七年亚达虚西法 参与以斯拉记七章十一至十三 二十二十七节 四亚达虚西至尼西米法令 公元前四百四十四年 然而唯一可能之正确重建日期是第四个亚 达虚西至尼西米法日期A 亚达虚西王二十年 尼三月三月B 亚达虚西王在公元前四百六十五年登基 因此尼西米吉二章一节所指的日期 因为公元前四百四十五年C 因为 尖上没有注明是哪一天 故按犹太人之习俗 因为尼三月的第一天 公元前四百四十四年B 根据我们自查的史料 得知因为公元前四四四年三月十四日 五B 第一个期结束的日期 一犹太人需用四十九年重建耶路撒冷城二十五节 二旧约先知书和旧约圣经最后一卷马拉基书 均在公元前四百四十五年 再过四十九年后正式结束的六十九周结束的日期 一将周转为天数A点六九周乘七年乘三百六十天等于一七三八八零天B 如果但以理是正确的那么从赤令到恢复重建耶路撒冷公元前四百四十四年居三月的第一天到弥赛亚来耶路撒冷应十四八三年六十九成七每年相当于犹太纪年的一年三百六十天 即一七三八八零天由公元前四百四十五年三月十四日开始计算向后推一七三八八零天后应是公元三二年四月六日 二根据罗巴安德生结识 Sir Robert Anderson在江宁之王The Coming Prince P.127一书中的计算 六十九周结束的那天应是公 原三二年四月六日 他说第十个尼散月的那一日应是星期日也就是公元三二年四月六日那么自亚达西西王公元前四百四十五年下令重建圣殿至西年三二年四月六日耶稣降世期间 共相隔多久呢?共隔一七三八八零天正和天使长家百列所宣告的七百六十九年每天三百六十天为绩也就是全部六十九周的日数 三按我们的年历来证明公元前四百四十五年至公元后三十二年 其间共是四百七十六年因公元前一年至公元一年为一年 四百七十六乘三百六十五天等于一七三七四零天 令家润年等于一百一十六天四世纪中共少三天三月十四日至四月六日等于二十四天头为两天在内共有效 七七三八八零天六十九周末时所将发生的是一 王与他的国度降临以上所计算的日期正与主耶稣应验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中至预言的日期 相同浅示于路加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至四十四节比较 六地在六十九周末与第七十周之间共发生两件事内 尼赛亚被剪除钉上十字架毙 圣城与圣殿被毁罗马大将提多毁耶路 撒冷如果你不愿接受安迪生爵士的计算 你可自己推算但无论如何 尼赛亚都已经在圣城被毁之前已降临了不思犹太人所说 他们今日仍在等候尼赛亚的来临 四A九 约一切的预言都已经全部应验在耶稣身上 韩福勒、Floyde和Milton在基督徒信徒的根基 Phebasis of Christian Faith是位基督教变 道的一部书由纽约Harper Andrew1960年出版 一书第160页中有记说 李登主教Kanneladon是这方面的权威人士 他认为旧约中有332项 显明的预言均已应验在基督身上 一毕 基督降临之预言29 1010 创3 15 升18 15 18 19 20 39 6 28 16 32 1 35 4 12 6 49 15 15 15 14 2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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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8 18 8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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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20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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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22 1.23.6米52.码31加普 乘12.3.18.18.21.12.22.18.26.4.28.14.49.10 3下7.14.10.18.4-6.50.22.22.23.89.4.29.36.132.11.再11.1.12.13.5. 三十三,十五,因而被屠杀,耶三十一,一五,二必,基督之使命和执分的预言,使命,创十二,三,四十九,十,年二十四,十九,身十八,十八,十九,十二十一,一,再无十九,二十,耶三十三,十六,如麦基喜的维基斯,十一一,四,三必,基督之先锋的预言,再四十,三,马三,一,四,五, 四必,基督的诞生于早年世纪之语言,是十,创三,十五,塞七,十四,耶三十一,二十二,地点,明二十四,七十一,十九,你五,二,博士来拜,是七十二,十,十五,塞六十,三,六,逃往埃及,和十一,一,屠杀无辜者,耶三十一,十五,如摩西为先知,身十八,十五,使外邦人回 改,塞十一,十,神三十二,四十三,十十八,四十九,十九,四,一,一,七,一,再四十二,一,四十五,二十三,四十九,六,和一,十,二,二十三,而二,三十二,加利利传道,塞九,一,二,神迹,塞三十五,五,六,四十二,七,五十三,四, 圣灵恩高,十四十五,七,塞十一,二,四十二,一,六十一,一,二,传道,十二,七,七十八,二,塞二,三,六十一,一,迷,四,二,捷径圣殿,十六十九,九,五弊,基督寿 南之欲言,为犹太人与外邦人所欺 十二,一,二十二,十二,四十一,五,五十六,五,六十九,八,一,一,八,二十二,二十三,再六,九,十八,十四,二十九,十三,五十三,一,六十五,二,受迫害 十二十二,六,三十五,七,十二,五十六,五,七十一,十,一,九,二,塞四十九,七,五十三,三,胜密地进入圣城 十八,二,一,一,八,二十五,二十六,亚九,九,被朋友出卖 十四十一,九,五十五,十三,亚十三,六,以三十两银子被卖 亚十一,十二,出卖者之死,十五,十五,十五,二十三,一,九,十七,卖主的银备用 来买遥户之地,亚十一,十三,门徒四三,亚十三,七,五告,十十二,十七,十二,三十五,十一,一,九,二,十二,一,二,立告却不开口,十三,十八,十三,三,五十三,七,受 嘲弄,十二,十二,七,八,十六,一,九,二十五,受羞辱,殴打,兔透磨和鞭打,十三,十五,十五,二十一,赛五十六,人受苦难,赛五十三,七至九,引十架,十二十二,十四,一,七,被刺苦胆和醋,十六,十九,二十一,为敌人代求,十一,九,四,在十架上喊叫,十二十二,一,三十一,五十一,五十一,十一,十一,五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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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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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6-8,待人受苦,赛53,4-6,12,半久,26,与财助同埋,赛53,9,6B,基督复活之预言,是16,8-10,30,3,40,1,10,118,19,和6,2,7B,基督升天的预言,是16,11,24,7,6,18,18,11,118,19,8B,基督再来的预言, 15,13,6,赛9,6,7,6,16,18,半期,13,14,亚12,10,14,4-8,承受普世与永远的国度,拜上17,11-14,17,12,8,赛9,7,半期,14,12,6-8,8,6,11,1-3,45,6,7